在这支影片中,我们将展示如何使用Descent MK3i手表记录,激励训练的活动,其他相容的五件Garmin智慧型手表的步骤也是类似的。 移在手表表面的画面,按下Start键。 二选择,激励训练,这个活动。 三选择一个激励训练计划。 四按下Down键来查看训练步骤的列表。 提示,在查看训练步骤时,您可以按Start键,然后再按Down键来查看训练动作的动画。 五当您查看完训练步骤后,按Start键,然后选择,开始训练。 六再次按下Start键,来开始这个激励训练。 七开始您的第一组动作。 手表将会计算您的次数。 当您完成至少四次后,会显示次数。 小提示,手表每组只能计算单一动作的次数。 当您想要换动作时,请完成这组并开始新的一组。 八按下Lab键完成该组来进入下一个练习。 手表会显示该组的总次数。 久如有必要,按下UP或Down键来编辑次数。 提示,您还可以编辑该组使用的重量。 十如果需要,休息完后按下Lab键开始下一组。 十一重复每组激励训练,直到活动完成。 十二在最后一组后,按下Start键,然后选择结束训练。 十三选择储存。 在Garmin Connect中,查看激励训练活动的数据。 当您的活动同步到您的Garmin Connect账号后, 您可以查看激励训练的详细资讯。 一打开Garmin Connect App。 二选择更多。 三选择活动。 四选择所有活动。 五选择您想看的活动。 该活动将显示整个活动的概述。 包括总时间、所有训练的肌肉群、 进行的练习和燃烧的卡路里。 更多资讯还包括训练动作的名称和组数、 组内时间、次数、重量, 还可以编辑或新增训练动作。 有关激励训练的更多资讯, 请参考影片描述中的FAQ。